8月19日,星期六的《鳄鱼谈》 大家今天看到老鹿穿件的背心,是否真的热得那么紧要? 温哥华这边的确我们的热浪就逼人了,我家里没有冷气 我也效法林超英,风扇也不开,省电,没办法 人到海外,人窮至短,省就省,大家又不货金,我又没有卖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收入,养得大量的兄弟的时候 理恒丐帮帮主,尽量穿得清凉一点,不用开风扇冷气 省电,收入就可以盯得住这些支出 你们说是否? 其实说到尾,有头发,谁想做这个穷过稀的特种警卫呢? 不过近日在中国里爆了一个跟穷过稀特种警卫齐名的新的Terms 就叫做旅游特种兵了 何谓旅游特种兵呢? 其实不要以为在中国大陆里的网上平台 热爆新的Terms 不关你们香港人事 其实旅游特种兵一早已经杀到我们852的香港了 其实大家可能在西巷,又或者在机场、网巴 一些大街小巷的街道上 分分钟都看到这些中国大陆的年轻的 窮游的旅游特种兵了 那这些旅游特种兵有什么东西的性质呢? 就是省钱,花尽一些时间,玩到最尽 总之很重要,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 以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钱 打最多的旅游景点的卡 哇,这样的做法,大家可能想象不想到 其实他们是挑战人体极限 不眠不休,尽量花少钱之余 令到又要省一些交通工具的费用 甚至去一些景点,为了截钱 还要走几万步 去到这些旅游景点,为了打卡 这种做法疯狂的 第一,立刻遞练到老婆想起 哇,你们这些小伙子真是多多时间去做这些东西 因为这么短的时间,要去这么多的景点 还要想好一些宿素 找到这些资料,哪些地方可以省钱 什么方法可以省到最尽 哪些地方,或者住宿的地方 可以给到最便宜的优惠 全任部都要做research 要做research,当然要坐定定在那里 不是打工时间可以做到 在家里面就在闭嘴 又或者,不要弄东西做 拗拗拗拗的时候 就浪费时间出来做这一局的攻略 之前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准备 时间就是今前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地方 这些research 不多不少都是为了要省钱 好了,这些大陆的年轻人 又怎样谷到最尽的旅行方法呢 这些铁人内力赛的记录 我看过一些资料 都颇为是吓人听闻的 首先,例如他去什么东西 古罗、古行、古楼、故宫、雍和宫、天安门、宜和苑、北海花园 还有北京的天壇 只是在星期中用了两天 我都在北京住过 有些在东西、有些在西 走来走去,时间就是今前 也不是说不辛苦 两天之内要跑去以上所有这么多的景点 身体体力较少一点 也不是那一回事 也受不了 正宗就是时间仅仅任务重 和高效率 就是这种旅游特种兵的特质的情况 有一些在现在的情况 很多大陆的年轻人 选去一些旅游的地方 通常都有几种的特质 就是这些地方有很多的景点 密集在一些城市里面 而这些的景点之间 也有公共的交通工具 或者是火车作为连贯 所以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 不过有些朋友 就选择容易步行 来贯穿 检同景点之间的距离 通常平均 就是现在这些所谓旅游的特种兵 一天之内 起码要去四个地点打卡 就是到旅游特种兵的这种特点 而他们尽量少花的钱 也有这么少也只有这么少 甚至有些朋友 选择出发的时候 通常都是选择夜晚的时候 才出发 还要搭这些通宵的火车 才去开波 为什么这样呢 留夜的时间去出发的时候 你就可以起码散了一晚的住宿的费用 甚至更加糟糕的 他们尽量去选择一些地方 附近又要有这些火车站 旁边最流行看到的Fanchise的连锁店 是什么? 就是我们香港黑警最喜欢的 去深圳吃的 海底撈 而海底撈通常都是通宵营业的 顺便开了餐之外 而在海底撈通常都是 捱呀捱呀捱到第二早上 就是再出发 又散了一晚的这些 吊里撈通常的住宿 想一想 吊里撈通常真是瘋子的 晚上要休息的时候 竟然吊里撈通常要休息的时候 你就去吊里撈通常吃海底撈 吃麻辣东西 这些吊里撈通常的热气东西 真是燃烧青春 正在燃烧着生命 更有甚者 除了这种 拼命 在火车站里面坐夜车 欺负他两个小时 立刻出发去第二个景点 尽量不计住这些酒店 民居 这些旅馆 各方面的东西 甚至没有 两个不同的陌生人 可能你在北京住 他在上海住 大家透过互联网 互相相识之后 就说我想去上海旅行 不过正确 我又想去北京这个驴线 那就没关系了 你来北京这个时候 你租在我的小区 租在我的房屋 那然后我到你上海的时候 我租在你这个驴线 大家互相交换地方去居住 然后大家互相在对方的城市旅游 起码 省了在当地里住宿的费用 很多人批评 这些人批评 这些人批评 有一个问题 两个陌生人 大家不批评 为了省钱 你在我家里居住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是色彩 他会不会大小的 找我家里的底腕 薄绿 闻他在家里的底腕 闻他在家里的底褲 或是试着他的内衣 这些奶罩 鱼子类的 个人的私隐 就严重受到这个 你脑皮的侵犯 更有甚者 如果这些人有信 不能得过 在我家里面 撒东西 一定还要招致财物的损失 为了省钱 可以去到这么多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当中 中国的年轻人 要做这个旅游的特种兵 其实不多不少 都是透露了 中国里面的一些国家的情况出来 不过 现在有反间谍法 胡说 分分钟 你在中国里面 被人周焦了 做这个007 那你也不能死 所以 留给我鳄鱼谈 帮大家去说 好了 说回我们的香港 近日也有报导 指中国这些旅游特种兵 也杀到我们的香港 而这些人的确实想起来 一些方法 譬如如何在中大里面屈蛇 可以有什么东西的地方 令到他们不花钱 可以免费住宿 又或者下来我们旺角 这边的麦当当 吃他的开心 乐园餐之余 还要躺在腦袋 做这个麦难民 有水饮之余 又有东西 又有东西 又有冷气炭 何乐而不为呢 甚至有些大陆仔 来到香港 专门挑选一些深夜的 这些长刺 去看电影 看完之后 都差不多了 天网 享受冷气之余 然后就走出街 逛一会儿 可能在街头 尾盒一盒 然后就走去这个 坚尼地城里面 看这个日出 看日出之余 刚刚捱到天网 就去附近的一些民居 这些民间里面的一些小当 吃的老美西 茶餐厅的早餐 又省了一晚 不用花给这个 住宿的费用 更有甚者 他们这些伙子 看清楚 在香港里面 有什么东西的地方 他们可以不用花钱 可以在室内里面的炭冷气 而带到部分的一些 中国的大陆网民的 旅游特种兵 他们的首选 就是我们的香港 国际的一个机场 如果有个巧合 乘搭到这个地铁 入到这个机场里面 在机场里面 又有免费的WiFi 还可以充电 机场里面的座位 也可以浪费一会儿 更加幸运的是 机场里面 还有免费的冻水 公里去饮用 如果幸运的 又找对的地方 还可以去洗净凉 要是打净骨 就没有了 洗净凉 洗一下下体 洗一下屁股 清除一天的汗水 和骚髒东西 也挺爽的 接着走回到机场里 你这一国的安全 是否为之非常好呢 这帮大陆仔 也别说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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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打净骨 你来香港的避暂中心住 你觉得那些屁股 在里面的人员 会敢赶你走吗 那又可以进去享受一晚的冷气 睡到里面 第二天早上出去 又去不同的景点去玩 真是缩骨算爆 老人讨厌这个极点 说到老人讨厌 就不够以下终极的 白饰白住的香港 免费的居所 为之最老人讨厌 为什么呢 他们真是人欺人到尽 就在这边就是无人的 他们竟然可以想到 去香港的石刻庙里面 去挂单 因为石刻庙的这些回教徒 就是热爱大爱大众的众生 四海之内都是兄弟 既然你是和姨姊 你也有居住和饮食的需要 我们没问题 只要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八蛋 你有需要 走来我们石刻庙里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还有你睡得够的时候 我叫醒你手足 我请你吃咖喱 我们石刻庙的咖喱 又很美味 包你吃到满意 如果你今餐吃得很开心 又住得又爽 不用担心 石刻庙里面的庙 可以免费给大家的兄弟 四海之内的兄弟 和姨姊 都可以在这儿 住你老美的十五天 这么多 住到你ok位置 朋友 哇 连去石刻庙里面 你老美是挂单 住你老美的十几天 都可以想得出 好 那好吧 你开放这些关口 给大陆的这些旅行人士 冲到我们的香港里面 就是去旅游 正如汤坊波这条 废拉柴所说 现在这些大陆的民众 旅游的形式 已经放弃了以前那种 整天去抢购买东西 救污 这一个habit 现在来的就是他这种的深度游 简单来说就是窮游 再说得再坏些 根本对我们的香港 就没有贡献的经济 甚至有 都是 名女注定难以强求 你一出生就很崩周 花点钱 真的没有帮助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又不认为我们的酒店 又不认为我们的旅馆 又去麦当当里面吃个开心 乐园餐 就玩一晚 又不会搭你的的士 又不会叫你Uber 走路 乘搭电车 乘搭这些高铁 抱歉 乘搭这些地铁 乘搭到机场里面睡一晚 这样的搞法 那尽量少钱 花钱就为之 就是他们的预算 刚才有说过 刚才在北京里面 玩了两天 去了这么多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他们花的钱是多少 是两叉惹的人 就是他们平均 如果他们玩个比资金 去哪里都是预理两叉惹 这样 吊总理去吃一餐饭 也不算是这样的钱 是不是 那么多人来香港 一人扔垃圾 你请一队小贩管理队 食环柱 就是那些人 去掃街的钱 在他们身上拿回来的 这些的利益 大家计算 又帮不能帮到手 正宗来到香港 正宗没有带协 之余 还要搞到我们的管治成本 就要花了很多钱 还要全部去这些民居 一个不小心 就是你晚上回家的时候 见到天桥底 或者你楼梯底里面 蹲两件的旅游特种兵 是不是吊大声 吓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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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居政府当然想不到 会出到这样的情况